汉堡我拿 我怎么拿不动 皮皮你看汉堡和青菜上都有数字 还有锁链 肯定不会轻易就让我们拿到的 没错 你们要通过计算才能吃 我知道了 我的头上是数字6 琪琪 你头上是数字3 6-3等于5 这下我们可以一起吃汉堡了吧 怎么还不能吃啊 皮皮 你算错了 6-3等于3 汉堡上的数字是5 原来真的是我算错了 那6加3一定等于5 这下我们又能吃汉堡了 皮皮你真笨 6比5的 6加3怎么可能等于5 皮皮 这都是最简单的加减法 你上课是不是没有好好听讲 我 我就是故意打错 考考琪琪和龙大 龙大 要是你能解锁汉堡 我把我的玩具送给你 什么 既然有玩具 让我想想 龙大 你想好没有啊 我知道了 我头上的2 加琪琪头上的3等于5 我和琪琪可以一起吃汉堡 怎么没有我 加上你就不等于5了 皮皮 快把玩具给我吧 好吧 我有办法了 皮皮头上的6 减去我头上的3 加上龙大头上的2 正好等于5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吃汉堡了 琪琪和龙大都组成了算式 奖励100分 解锁汉堡 我吃完了 那我们走吧 不行 不能挑食 你们也要解锁青菜 都吃完才能离开 好吧 琪琪 你头上的3 减去龙大头上的2 正好等于1 你们俩快把青菜吃完吧 皮皮 那你呢 我讨厌吃青菜 我可不要吃 那好吧 我们吃 不行 必须所有人都吃青菜 才可以下课 可是我们头上的数字 根本不可能算出1 皮皮 你再好好想想 实在是太难了 我拿不到100分 我不玩了 你们在玩什么 好有趣啊 太好了 琪琪 快给我能快速计算的道具吧 皮皮 不行 不能依靠道具 可恶 我不要玩了 反正每次都是我拿0分 皮皮 凡事都是有成功有失败的 失败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放弃尝试 你要相信自己 是啊皮皮 遇到困难要冷静沉着 才是男子汉 好吧 我再好好看看 我们头上的数字 我知道了 6-3-2等于1 我们可以解锁青菜案了 皮皮真厉害 看来你们都学到了很多 就给你们每人一个100分吧 太好了 伙伴们 你们也要记住了 失败一点也不可怕 一定要相信自己 我们下期见